云南玉溪的福仙湖度假区 算得上是我居住过租房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了 具体哪里比较奇特呢 听我娓娓道来 先介绍介绍福仙湖吧 福仙湖也是归属于玉溪市 玉溪也是昆明周边呼声较高的四季春城 适合宜居的地方 由于我觉得玉溪周边环境较好 租房方面的地方也就算是福仙湖较为出色了 福仙湖距离昆明60公里 是云南最大的深水湖泊 也是我国最大的一个深水型淡水湖泊 说句实在话 福仙湖的名气真的没有滇池大 所以说呢 来到这里的游客就较少一些 加上口罩的影响 来的人就更少了 但是周末昆明来的朋友还是有一些的 福仙湖呢 也是我第二次来到的这个地方 上一次呢 我记得一个湖景房 也要150块钱左右的房租 这一次呢 我翻看民宿软件 五六十的房费比比皆是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以为50块钱一天的房子 月租呢 可能也就几百块一个月左右呗 但是呢 打电话过去 这里月租的房价都在1500一个月 和一天租没啥差别 这个真的是我头一次见 天租和月租一个价 当然这个房租能享受的服务呢 就跟住酒店一样 天天打扫卫生 换洗床单备照 水 电 物业费 服务费 这些东西呢 全都包含在内 房子的格局呢 同样也就是一个公寓开间 但是窗外的景色还是不错的 它们分两个房型 半山半湖和全湖景 大的陆地窗躺在床上 就能看到湖景 真的是不错 但是这里的停车呢 我问过几个老板 有的是花费150块钱一个月 还有呢 是90块钱一个月 都是同一个停车场 可能是内部价 由于呢 就是一个公寓 没有小区环境 停车位呢 也是比较紧张 也需要抢车位 要不呢 就只能停在路边 这里的饮食 几乎都是云南菜 公寓的楼下呢 没有餐厅 只能上附近的农家乐 还是有些不方便的 在这里生活呢 也是需要依靠城江市 因为湖边几乎没有什么 大型的超市 或者呢 大型的市场 这些呢 都是没有的 城江市里的商场和超市 都是不缺的 同样在这里买东西 计量单位也是公斤 屋家的水平呢 还是有点小贵的 当然我是指 同比于云南的整体物价来说 毕竟靠近景区 贵一些也算正常 福建湖这个地方呢 总的来说 在这里躺平的成本 显然是有些高的 毕竟月租和天租的价格一样 我觉得在这里玩上几天 还是比较划算的 哎 对了 我要说一下 酒店楼下的这个湖呢 是要花钱的 我听民宿老板说 是三十块钱 租这个房子呢 就是包含着三十块钱的门票 但是呢 这个门票只能是一天的 所以说呢 我就下楼开了几公里 我以为就不会花钱了 没想到还是花钱 只是便宜了 变成十块钱 叫做维护费 这个呢 还真的有点意思